KC点股曾经系列吧 Big Money in Stock Series 8 由KC创服中心制作 Enzo还可以吗? 2020年6月26日 当报章刊出Enzo 9342 或颁发总值13亿RM的供应合约 为期40个月 就有人问我 Enzo还可以吗? 这是买在谣传时 卖在确定时的股像 要买也不是现在 再等等吧 基本上 这只股的买入讯号 是在2020年5月14日出现 那时才0.02 如果您在5月14日买入500万股 在消息以2020年6月26日出来时 以0.18% 估处可以净赚795,048 运筹率790.47% 等待其43天 如果您没有10万投资金 如果您没有10万投资金 704人亿RM 90% 为筹率788.39% 如何在消息出来之前 就知道这只股可以买 那是有功夫的 如果您想知道 就来参加我吴老师的股市达人市展课程 我就会毫无保留意告诉您了 Enzo几年前 发生很多精彩的故事 那是前程往事了 Enzo Horling Berhard 前身是Harvest Court Industry Berhard 是一家投资控股公司 该公司分为三个部门 木材产业制造 从事木材摇炉风干 锯木厂 木门及相关产品的制造 Enzo 不是我喜欢的股 因为这只股过去 曾亏十个季度 直到2020年6月18日 所公布的 2020年第三季度业绩 才转亏为盈 净赚17000人民元 比我赚的钱还要少 但如果您是图表派的勇富者 您可以不管公司赚不赚钱 只要股价可以上升就好了 目前 散户的目光 已经落在低价股 但乃至低价股 会是目前吵架的对象 也是令人难以捉摸的 如果您是要学功夫 就帮您参加我吴老师的 股市达人试探课程 如果您是要索取股项的研究报告 可以参加我吴老师的 一周一股 一周三股 一周五股的群组 损问电话 012-659-7910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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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